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位爷 我们爷不喜欢年龄大的女人 二位爷 可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吧 您看看有什么需求尽管吩咐 我们萧香梦 那在整个帝都 都是充了名的服务好 我们爷是做大生意的 这次来帝都 专门来寻乐子来的 听说你们萧香梦 有个顺国第一美人 二位爷 说的是我们的花魁 颜如玉姑娘吧 我们如玉姑娘的名字 那是奖册全国 有多少富甲义方的大老板 都慕名而来 只求看她一眼呢 那那那 把你们家如玉姑娘给我找出来 这可不巧了 如玉姑娘啊 每月只表演一次 这平日里跳不跳舞的 那可是要看她心情了 那把她召过来陪爷喝杯酒 总可以吧 我们姑娘今日游客 不过我们萧萧梦 最不缺的就是美人 要不我给两位爷再找两个来 又有客人 不过是戏 我的意思是说 她不是不接客吗 如玉姑娘是不接客呀 可她架不住银子砸呀 你这是瞧不起我 这特别有钱 你说一千两黄金够不够 不够两千 爷爷爷爷爷爷 我们家没那么有钱 钱都在夫人那儿呢 那既然颜姑娘没有空 那把你们师娘请来吧 这 那二位公子 稍等片刻 我亲自去把师娘请过来 好 老天爷 这人傻钱多的 老是点一些不好接客的种 你可以啊 小党员 千两黄金 我说你也太膨胀了吧 我这不是入籍太深了吗 不过 殿下 一会儿杜氏娘过来 我该想想什么呀 这样 一会儿她来了 你就跟她喝酒 然后喝一杯你就装醉 就说把剩下的事交给我就行了 嗯 殿下 其实我觉得吧 假装老爷其实挺有意思的 不然 你把剧本告诉我 我继续演 我告诉你 你可不要自由发挥啊 常召医跟我说了 说萧萧梦里 杜师娘 才是最聪明的人 爷 师娘来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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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